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然后我们这次来到了一月时辰的广州站 广州又比较流行那个茶楼文化嘛 我们对茶楼也比较感兴趣 就来这边想多尝一尝 这边的早茶看一看到底是哪一家最好吃 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 Let's go OK 今天我们来到了点度的来吃一下这边的早茶 然后我们点了有油条 还有虾角 以及他们的红肠粉 里面有油条还有虾 然后以及他们的椰汁糕 蛋挞 凤爪 还有我最喜欢的亭仔粥 那让我们来尝一下吧 首先我想尝一尝这边的蛋挞 然后它的蛋挞和其他的不一样的 就是说它这边的蛋挞是用牛肉底做的 首先这个蛋挞它的那个蛋味非常非常的浓 然后它这个牛肉底也非常非常的粗 一口咬进去之后呢就是 它的蛋味非常重 然后配上它的牛肉底非常非常的香 吃起来非常好吃 然后我们来吃一下他们的红米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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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配下他们的酱 嗯 左边这个是花生酱 左边这个是花生酱 点度在他们家这个红米肠 是我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它的这个肠呢非常有的粘性 然后里面的虾也很新鲜 非常的甜 非常这个 油条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我们来再配一下这个酱油 嗯 不错 然后下面让我们来尝一下他们家的虾饺 可以看到出来 首先他们家的虾饺非常甜 然后它里面的虾仁颗粒也非常非常多 可以一口我们点的那个菊花茶 谢谢你 像广州人像广东这边的人呢 就比较喜欢就是说早上悠闲一点 十点钟左右过来喝个早茶 然后下午出去观望风险啊 休闲一下散散步 整个一天就过去 他的生活节奏来说就是非常慢的 像这种喝早茶的话 现在五一期间嘛 放假了 喝早茶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来的时间也比较早 大概十点钟就来了 然后也没有排队 然后我们来尝一下他们的椰汁椰汁糕 这个椰奶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重 然后呢中间加达了一些芒果的颗粒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太甜了对于我来说我不太喜欢 还有他们家的粪爪 他们家这种粪爪不像我平时扫茶里面所吃那种软软糯糯的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更加喜欢一点那种软烂一点的这种我觉得太难嚼了 要用啃的去做去吃 还有他们家的大油条超级大 非常顶饱也非常香 我感觉吃一小根粒 有一条肉 非常一碗这个粥就吃饱了 又喝又喝又喝 咱们下海了 也行 咱们下海了 再ес 咱们下海了 好 大家好我们来到了那个粒院 然后我们点了一份蛋塔 还有这个沙棋玛 以及他们的鸡肤春卷 还有这个牛腩 然后过来的腰果酥 超超酥酥 以及他们家的特色 皮鲜虾酱 我们先尝一下这个牛腩好了 他们家牛腩跟我想象外面不一样 因为这个牛很嫩很嫩的 我也挺嫩 但是它是用的是牛腩的骨 它里面有很多筋的 这鲁果比牛肉还好 里面都是牛肉汤的味道 你看这个蛋 它这种蛋汤吗 我感觉我像初次吃的 可是它说像普通蛋汤也不像普通蛋汤 说像牛肉蛋汤也不像牛肉蛋汤 但是它的那种 看起来挺厚的 但是里面其实是那种 也是很酥的 这鱼反正不是蛋汤 还是牛肉蛋汤 看下这个 这撒起码好像也太甜了 而且感觉 又那么软弄 来尝尝这个 那个牛肉汤 满船的一场 南韩可 这一场五惨好吃 cooperate 巨酥 巨脆 巨香 超级香 味道超级好吃 超级酥 超级香 我感觉这个卖的收音都能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 我感觉这个比这个还好 还好吧 我躺下这个 伸展 很脆 这个好吃 这个也很黏的 很脆 吃一口吃 最尝的就是对的 无人的茶口味道 挺香 很好吃 上面的那个酥脆也很好 好 我们来尝尝最后的这个生虾咖啡 它的豆腐炸的脆脆 所以里面的蟹有点少 但还是那个蟹没有摊掉 还是保持弹性的 还不错吧 这是我们来到了广州酒家 我们点了一份干炒牛盒 然后还有一个虾饺 以及叉烧酥 还有核桃包 还有一个这个单人份的点心 我们先尝一下这个干炒牛盒 嗯 这个干炒牛盒的味道非常浓 它这边肉也非常嫩 但是它这种肉嫩的有点太过头了 感觉就是它那个淀粉放的太多了 已经尝不出来牛肉的口感了 尝一下这个虾饺 它这个虾饺里面 我吃了一下大概有三到四个完整的虾饺 而且它的这个汤包里面的那个汁非常多 你还不错 你吃下这个 鸭桃味贼重 我尝一下这个虾桃包 在这里面白白的是什么东西 应该这个卵吧 嗯 反正 我还跟外面剩啤酒吃 里面太甜了 嗯 里面大概有 完全的 那种核桃仁啊 还有腰果我看到 腰果腰果 还香的 越嚼越香的 然后他们这边的核桃酥 嗯 嗯 这个不行 根本吃不出来那个叉叉的味道 只有那个外面酥 表面那个酥酥 一点一点叉叉的味道吃不出来不好吃 吃它这个 有点大了 水晶包 看里面应该有季菜 还有那个香肝豆腐 还有那个蹄脂就是马蹄 吃起来脆脆嫩嫩的 但是没有多大的味道 只能吃到蔬菜的味道 别一般吧 尝尝看那个不知道什么糕 这叫它三角糕 真的是红豆糕 一般满满 好我们来到了 我们早茶的最后一站 叫做陶桃鸡 点了一下那个叉叉酥 在这里 还有芝麻球 打黑球 金钱毒 这个凤子 还有这个虾脚 以及他们的特色 这个鲜虾的肠粉 好 先尝一下这个肠粉 好吧 你多站点 不然没有用 我放开喝了 鱼虾的 鱼虾有点少啊 吃不太出来 你看里面有一个超大的虾 人看到了 超大 超级大 是啊 这个金钱毒 还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 这就是牛肚 还是什么 还是 不知道 比如你不知道的东西吧 牛味吧 好像牛味那种 牛味 应该是脆脆嫩嫩的 哎 更短 这个还好一碗 比我酒家吃的那个东西 这个凤子 这个凤子就是 肉肉 软软糯糯甜甜的 插上酥好吧 大家都有的东西 不得不说 淘淘去的这个 茶烤酥 它蟹是最多的 但是它这个茶烤酥的口味 没有那个意愿的好 广州嘴巴就不谈了 没蟹 没味 没根子 甜不甜 肉感觉会甜到辣 讲道理我觉得它没有很甜的 看里面这是黑芝麻 然后外面那个皮一点都不甜的 然后是 是吧 面都不甜 还挺好吃的 因为黑芝麻 这张肌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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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